今天為你介紹這台 當代最強旅行車 上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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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喔 放跑咧 放跑放跑 有貼貼感咧 我心中就很頂癮咧 這台車新車選配到好 至少就是800 它的售價目前就是差不多落在 歡迎來到 宏達特派員最新企劃 我是緊繃小葵 今天為你介紹這台 也是緊繃的 當代最強旅行車 十組是RS6 另外一台是什麼 就是我這台163S旅行車 2017年的大滿配 小葵賣車 只賣好車啦 說真的一台旅行車 給你到600匹的馬力 真的很足啊 欸上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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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繃的氣壞 有緊繃的天氣 我們剛好遇到海葵清洗 超緊繃 剛剛差點被風吹走 剛剛講到那邊 這個是當代最強的旅行車 如果說要旅行 那你就是要舒適 要舒適 那你就不需要 豪煞跟賽車椅 這台 該有的都滿配我說的 多光速 這真的是標中之標了啦 但是它不只有23P 它是P20 防側撞功能都有 然後再來是輪圈 它是帶到了20吋的輪圈 原廠的163的輪圈 如果說普通的旅行車 跟這台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個 這台4000cc 612P 然後它配上動態引擎腳 讓它的輸出更穩定 然後整台車說真的 抄架起來感受也不一樣 那它的底盤 電子懸吊這些的 說真的都是強化過的 然後再來是 它有多一個 163多一個S 那你的賽車模式 就一定要有 就會多一個模式 整台車真的不一樣 因為有RAIS模式下 你的ESP 才有辦法完全的關閉 我來發車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麼兇 聲音不一樣喔 聲音真的不一樣 一啟動 你看 冷熱通風椅 都有 有 柏林之音 也有 六顆箭 全滿 照到中間的話 電子懸吊 跑牌 全部都有 你要什麼都有什麼 而且說真的 全車長就4米9 這樣的車長 加上快1米9的車寬 內部的空間說真的很大 這個 現在已經快半價了 而且才跑3萬 出頭公里而已 性價比極高啊 OK 今天的企劃就是特派員 所以我們準備了三個任務 我們隨機抽一個 讓小鬼 裡面的任務應該不會太誇張吧 我拿這支好了 幫任何一位同事 完成他想做的事 我覺得今天應該算輕鬆的啦 第一集我們先輕鬆一下好了 這個 好確定喔 這個應該很輕鬆喔 那我們要派出我們店長來 來對付你喔 店長給的任務一定都很緊繃的啊 你真的 都找這種最困難的給我 不然我們等一下就打給周店 這時間其實已經來到快6點 我們就問他說他今天想要吃什麼 晚餐好了 這太簡單了啦 你不能要求這樣子要在家吃晚餐啊 你當然是要聽他 不然的咧 做的事情啊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就打電話給他 OK 好 周店長你好 欸 葵哥你好 出任務了嘛 那抽到你 請問你今天 有什麼需要我幫你完成的事情 我要完成的事情很多喔 你可以嗎 你先說我再確認啊 好我就只有一件事情比較煩心的 我因為客人有一台GL回來修理 然後我現在找不到人 載我回去泰山間車 沒人有辦法載你是不是 對然後我要該去樹林給客人 再回來內 那我今天就是當你的一日Uber 那什麼好意思 沒問題啦 我跟你說我今天剛好是介紹這台E63S 等一下你來車上我順便讓大家展現一下大行李箱的空間 你要把我塞到貨車廂了 640公升應該夠塞啦 好 好那我馬上回去店裡載你 好 然後把握我們今天就是完成你的願望 那我們稍微見 拜拜 好 拜拜 OK 那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準備出發 準備出發 回去內湖店 然後載我們周店 然後去前車 這一整路上我會測試平路路段跟高速路段 跟整台車的性能跟油門的反應 還有車輛的操駕狀況的回饋 OK 出發 OK 出發 好 OK 我們頂到我們內湖店 那我們現在馬上接我們周店上車 走我們就先來泰山 泰山 如果依依要看 怎樣的人會買這種車 大老闆的啦 或者是那些 有在做那些 投資的那些都會買 有在做好吃的 對 好吃的 我跟你說話說到安全帶忘記 我快點擱一下 快點擱一下 我要先去解決你 我之前有介紹過1220 一戰成名 我說柴油的有力 然後可以開到220 這個 它0到100只要3.4 我等一下就實測0到100給你看 怎樣 你不要讓我嚇到 這路的人嚇到是 我怎麼帶你來 網家出鏡 這位真的沒在收 頂部沒辦法做 米國時間 不然你們在玩啦 在這樣的買家 來購車的時候 你覺得 你也不會過163 這種人可以 他最在意的點是什麼 有跑牌啊 有跑牌 這台有 漂亮 這台是P20 還有防側狀 阿怪也沒有跑牌 我說真的 163 為什麼大家要買163 就是真的 要聽它的聲音而已 這樣的猛獸 在我們台灣的道路法規上 說真的是 沒有展現的機會 我等一下上高速 油門不到1.3就120了啦 我知道我是怕塞車啦 開冰室哪會塞車 我們這裡塞變爐了有沒有 163S我相信大家 把人賣的就我們過了 是沒在怕的啦 有包覆性喔 有 有包覆喔 這個有動態式的座椅 有包覆喔 左邊 右邊 跟著你的那個方向盤 打哪一邊 有側向的硬力的時候 它就會給你 我肚子那麼大 還包得住呢 一定可以的 我就說了 我跟各位觀眾說過 這一台如果全滿配的情況下 是有淘賽 有塞車椅 但 有塞車椅的話 像你這樣的TK就簡單了 有塞車椅 你還想怎麼打過 哈哈哈哈 沒有 而且有你實測 其實最重要 所以一看就知道 這裡面空間 夠不夠大 還蠻大的 真的還蠻大的 一定是大摩托啦 你們有4000轉 它只要超過3000轉 它原本如果在COMFOR模式 會有 剛速修復 我現在切成RAID 那個感覺完全不一樣 喔喔喔喔喔 棒跑咧 棒跑棒跑 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 有貼備感耶 喔喔喔 我心中就很痛耶 我們懷念他們 他現在要把車子 牽去給他的客人 那客人在哪裡 樹林 今天真的是 一隻趴車小生命 但是我們剛剛在路上說呢 有體驗到我們的 E63M的魅力 它那個加速的貼備 真的是很有感 沒有枉費 它是0到130.4秒 這個車真的是 潛力無窮 OK好那我們速零件 速零件 早點交車大集 這幾年 13年 13年的機會囉 要便宜的有便宜 要貴的有貴好不好 我們平價的車款有在拍 這個車型有喜歡的 我們未來還會有 那我們也來到了我們的目的地嘛 今天說真的 接送也是OK啦 這個日常daily drive的話 因為它是舒適座椅 所以基本上 也不會覺得累好不好 那如果你天天要開 我說真的 我們這車款的話非常適合 那我等一下 還會再把它開回去我們店裡 那我們在我們店裡的話 做最後的Ending 回到我們內湖店了 這台車經過今天的試駕 第一個是乘車感受 因為它是舒適的運動化座椅 說真的它就是偏舒適 那你如果長途的旅途 每天的開接送小孩 當一個好爸爸 假日熱血一定夠啦 而且它的動態支撐座椅 其實對於超駕感受來說 你都會得到一個蠻好的支撐 如果輪框的話 它是配到20吋的 那20吋的情況下說真的 其實對於路感的體驗 它不會讓你覺得路感模糊 而且它油門反應 如果切到Sport Plus的話 油門反應其實也蠻輕快的 如果你在Comfor模式 就像我們在試駕之間所說的 1000到3000轉 它就是會間歇停火 它就是只有四缸在運作 那就是省油 1公升可以跑到12 它該有的主被動防護 像P20、硬波防護、防側狀 這些它都有給 那冷熱椅 蠻多人會care的冷熱椅 像我們台灣的話 現在夏天一定就是要有通風作儀 然後再配上它多光速的頭燈 我剛剛我們開回來的晚上 已經說我們從3點多拍到現在已經快7點了 回來的路上我覺得多光速的作用 雖然在台北市可能不太有用 但是說真的它的明亮度也是蠻亮的 因為它是LED的 這台車新車選配到好 至少就是8版 它的售價目前就是差不多落在400多萬 性價比很高 而且它才跑3萬2 那我們試駕的話 它的動態引擎腳也都還不需要更換 所以如果要買這台車就找小葵 小葵的電話就是 092-166-8719 從我的LINEID 趕快私訊 這台哪時候會賣出 沒關係就算賣掉了 我再接單幫你引進一台 你現在有喜歡 我可以立馬過戶 好車不等人 好車不等人 真的好車不等人 全車原版 如果有喜歡我這次的任務 那你想要讓我挑戰比較困難一點 歡迎在底下留言 真的 掰掰 掰掰 感謝各位粉絲 我們已經 十萬訂閱 再邁向我們下一個里程碑 二十萬訂閱 不是嗎 各位乾哥乾爸乾姊乾哥戰弟 好我們訂閱起來 你們的支持 是我們最大的鼓勵 要買車要賣車一樣 找我們宏達國際 小老鼠 HONGDA 我們的MB 我們每天晚上7點到8點半 都會有直播 特價再特價 每天晚上3、5日 更新 我更不知道 你更不知道 感謝大家 今天就是這樣 訂閱起來 不要記得訂閱和大家分享 掰掰 掰掰